哈囉!大家好! 大家午安喔! 今天我要忙什麼呢? 跟大家說一下喔! 我們今天要去探訪一個 基隆人家不知道的一個 那基本上 我們都知道春天的東北角 什麼最多? 春天的東北角 綠藻最多 綠藻喔! 那我們在春天的東北角 我們大部分 我們攝影人 大家都會去 陸歐峰想要去拍綠藻 那基本上 拍綠藻最熱鬧的地方 是在什麼地方 你知道嗎? 在老梅 可是我們今天 要告訴大家 如果是老梅 那就熏掉了 我們今天要去到一個地方 那個地方 是比老梅還漂亮 你有看過 長度60公分的海草嗎? 沒看過吧? 那今天就帶你們去看一下 那要去找一隻 傳說中的海豹 坐在海邊 看海浪的一隻海豹 那這個地方 其實在二十幾年前 我也來過 二十幾年前 我也來過 那有一段故事 待會在拍照的時候 我再把這一段錄製 告訴大家 那待會帶大家去 看我們 整個東北角海藻最長的地方 是一個天然的秘境 那今天我們帶來海藻班 要出發 你們在拍照的時候 要發現 構圖的不一樣 形狀的不一樣 就能夠造成的畫面 對 雙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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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未免你拍還拍 打招呼的方式 這個大學姐 打招呼怎麼發聲 現在攝影團也必須要 跟上潮流就對了 你們都是蠻耍寶的 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地方是我們 東北角的河美村 那跟大家講出來 這個河美村是有一個點覆的 你們有沒有注意看到說 在整個東北角 掛了鼻頭角之後 掛了鼻頭角之後 這邊就開始有九公尺 為什麼 鼻頭角之前為什麼沒有九公尺 有沒有人知道 因為水溫度的關係 這個是洋流的關係 所以你們注意看喔 掛了鼻頭角之後的河美這一段 全部都會有九公尺 再來就是地質的關係 那我們這個位置是在河美村 那這個地方我們有幾個重點要拍 因為這邊的沿沉 跟那個跟那邊的沙岩的沿沉 是不一樣的 這邊的沿沉是屬於 類似那種 士林沙岩的那種沿沉 那這個地方以後你們要來拍 一定要記住一定要 退草的時候 退草的時候 你看一下 那個 來我們大家往前好了 現在這個 這個點有沒有看到 這要退草的時候 然後那個三尖頭才會露出來 那個那個三尖頭 就是沙岩的那個三尖頭 而且露出來的時候 你會發現 它整顆都是綠青苔 一個一個 那我跟大家講喔 我們的 東北角的春天啊 有兩種 有兩種青苔 一個叫做綠藻 一個叫大葉青 待會你們在拍照的時候 用長焦鏡頭拉過來 你們注意看到 兩種速度都要拍 讓我打的時候 大概在八分之一秒 十五分之一秒 這是一種 第二種是用慢速拍 讓它呈現 一路感像黃山的感覺 而且這個比較特殊 因為它石頭的形狀 都相當的美 那你們要注意到一點 拍攝的重點就是 在拍攝的時候 石頭跟石頭的重疊度 不要太高 知道嗎 OK 來這邊一定要退草喔 退草要選擇 三月份到四月份的中間 如果你超過四月份 你就不用來了 因為沒有綠爪了 好不好 因為這邊的水比較冷 OK 好了 拍照 石頭不能夠這樣子的層次感 知道嗎 OK 來 對焦 再重來一次 對焦 你知道為什麼要先裝景光 再裝偏光嗎 不會掉下 對 因為你在轉 你在轉偏光鏡的時候 中光鏡是雙環的 你轉動的時候 有可能你的偏光鏡會掉下來 所以說你必須要先裝景光 再裝偏光 對 對啦 為什麼按家換人是錯的 如果說你對完焦 鎖完焦之後 按下快門那一剎那 一定要開自拍模式 因為你 長焦鏡頭 你沒有 沒有那個會震動 對對對 而且是長焦鏡頭 也就是這種 沒有中柱的長焦鏡頭 OK很漂亮喔 來再來 再開自拍模式拍一張 螢幕感 來過來看一下 老師 公針用16 左拍 14秒 15秒 公針16拍 14秒 15秒 所以務必要轉按喔 所以務必要轉按 拍起來的效果就是這樣子 石頭不能同碟 知道嗎 那個層次感 那個層次感 對 要找 有特殊形狀的 石頭在前面 你知道嗎 行動比較特殊一點 都比較特殊一點 差不多這個速度感就對了 你們先注意聽喔 我們 我們構圖學裡面有一句話 叫做 童中取義喔 很漂亮 地中秋童 這是構圖學裡面的兩句話喔 最獨特的 所有石頭最圓的 就只有那一顆 只跳出來的 有看到嗎 我們來這個地方叫 河美喔 那這個地方非常特殊 因為這個地方 這個必須要 退草的時候來拍 很漂亮 今天拍得相當不錯 今天稍微有點波雲喔 但是效果還不錯喔 這個選擇退草來 為什麼要選擇退草來 因為退草的時候 這一些岩石 才會一顆一顆的露出來 那岩石的下半段 長期就泡到海水的位置 它就會有青苔喔 那這個青苔 就是成了這邊的 很有特色的一個石頭 這裡如果漲草來的時候 就沒什麼效果喔 那這個地方 其實也是算秘境 很少人會來這邊拍照的 那我覺得這個地方 如果要打分數的話 我給它95分 這個地方 那今天我們 到河美之後 我們待會要下一個定點 下一個定點就是 我要跟大家說的 我想要帶大家去看的 海報石 海報石 那那個今天我們同學 這麼多這麼熱血 你看 那個雖然是疫情時間 但是還是很熱血的喔 不錯 OK 那我們 我們差不多要收囉 大家收了吧 收收收收 我說收都沒有人理由我 不知道是怎樣 我沒有人理由我 好啦收了收了 收了收了 我們去下一個定點囉 你們那個鑰西鞋 是不是下面有釘子那一種 有 是 鞋式的喔 下面要有釘子這一種 有沒有 有 有釘子 有釘子的有沒有 來那個 洞崗班長來看一下洞崗班長的 鞋子 要這種 要有釘子的喔 對啊 對啊 這裡 這裡秀了 這裡秀 這裡秀 啊 你們怕濕的人 這價錢有差 這種 這種就不怕 不要怕不怕濕喔 這爪的那個喔 就不適合 站在石頭上會花 啊 如果說 只有拆瓜布那個也不太危險的喔 所以說我們今天就穿這種 好 那我們先去拍 拍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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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豹 海豹石啊 拍什麼 海豹 海豹石 你們 你們再不走快一點 等一下 等一下海豹下山 你看你看 海豹回家了 海豹回家了 你看 可是我們還是要拍一下啦 啊 穿這個鞋子來 標準的鞋子 這裡是 位於那個巴斗子的有褲 那這裡有一個典故喔 等一下講一個故事給你們聽 對 這裡有個典故 這二十幾年前 我曾經來過這裡 那這裡是有個典故的 待會跟大家說 走囉 我們直接去到海豹石那裡 那待會 待會再殺出來 因為 等一下 七點鐘的時候會大漲橋的時候 我們再拍外面這一區喔 這人太多 我們直接去海豹石喔 來 大家手持拍一下沒有關係 西洋西洋 這個角度也很好啊 這是東北角特有的大葉圈 那東北角每年在十一月份的時候 這個綠藻就會開始生長 那這個地方位於我們基隆的望悠谷下方 那有千坪的這個綠藻 這裡只要是光線夠好 水夠冷的話 基本上大葉青都生長得很好 那如果說 等到差不多在五六月份的時候 這些海藻就開始會白化 那白化之後 這個綠藻就在一直要等到 隔年才會再生喔 那這個綠藻也是我們東北角最美的春天 很漂亮喔 這整個基礎 你看它的綠藻現在是最新鮮的時候 你看 多漂亮 那你們要等一下喔 現在在漲潮 浪上來的時候 擴散泰然像那個 像那個潑水的感覺 像群子那樣子 雷絲的感覺 那再按下那個快門 大約曝光時間可以拍慢速 因為它水會 水字會留在上面的時間會很多 那拍起來的那個效果 視覺效果就是後面慢速 前面是有一攤 一攤那個泡泡 這是它的一個視覺效果 這份的綠藻皮 比老婆漂亮你看 這麼長 綠藻皮 你們在走路的時候 抬高腳步 抬高腳步不要拖 如果拖的話 那綠藻會 因為你走 你走路拖的話 它會死掉 抬高腳步走 抬高腳步走 這個 上面是 我們基隆的 旺幽谷公園 這個地方老是在二十幾年前 常常來這邊 拍日出 後來啊 我拍了兩次日出之後 我就沒有再來過 後來到去年 我才來的 你們知道為什麼嗎 上面丟石頭 注意聽喔 今天人多 所以我講給你們 我以前自己來這邊拍日出 晚上三點多 每一次腳架架好的時候 就有人給你丟石頭 丟石頭 啊又丟到在腳上就 這樣子 連續 丟了好幾天了 後來我心裡也就毛毛的 奇怪這麼晚怎麼能丟石頭 後來我往上看 也都沒有人 那就每一次在拍照的時候 他那個石頭又丟得很準喔 就丟在你腳旁邊 後來啊 我在這邊拍照 拍了三次的日出 之後我就沒有來拍過了 因為我覺得心裡面毛毛的 那今天因為我們人多是重 所以我再帶你們來一次 好不好 自己覺得膽子比較大的請舉手 我帶你到那個 那個被丟石頭的位置 小心喔腳步要抬高 腳步抬高 慢慢往前喔 腳步抬高喔 後面的腳步抬高喔 對 哎呀海豹石 海豹石要某一個角度 我以前就在這邊拍照被丟石頭 有沒有看到 海豹望石 喔來看一下 這一隻就是 來這隻就是我們的海豹 海豹 海豹現在那裡 這隻就是海豹 喔 慢速拍他 慢速拍他 你們是用長椒還是用辣椒 喔用辣椒拍喔 如果你們要在這邊的話 必須要在海豹石的後方 要走個那個爬上這個石頭的台階 站在這個平台上面 才能夠拍到這個海豹石 因為它某個角度就很像海豹喔 那這個也是 那個現在 你比較少人知道的一個秘境 那選擇來的時間不要浪太大 大約就是 退潮轉脹潮的時間來 是最剛好 拍得怎麼樣啊 拍得怎麼樣啊 好看喔 好看喔 欸海豹石沒拍到 欸漂亮 不錯不錯不錯 那個水的速度剛剛好 天空回去要稍微拉一下 就這樣按一點點 拍得怎麼樣勒 我收好了 妳收好了喔 對啊 肚子有沒有餓了 有有很餓了 等一下我們去吃好吃的雞肉好不好 來 這我們大學姐 大學姐 大學姐今天拍得怎麼樣 很開心 不錯齁 也拍得很棒 今天的海藻很漂亮 今天的海藻 這也是我們的那個 智琳的閨蜜 閨蜜 我也是她的閨蜜 閨蜜 閨蜜是烏閨的閨蜜 開玩笑 OK 肚子餓了嗎 不餓 有照拍就好了 有照拍 拍完就餓了 妳有拍照一下嗎 肚子好餓喔 很餓喔 好那待會兒去吃東西 拍得好不好 很難很難 聽說第一床去蜜蜜 炒到三天 兩腳 沒辦法上床 沒辦法下 做工作 OK 肚子餓了嗎 很餓 待會兒趕快去吃東西 來 找手 每個人都要吃 拍得怎麼樣 欸不錯喔 這張真的不錯 看一下 這張拍得不錯 謝謝 真的拍得不錯 肚子餓了嗎 餓了餓了餓了 餓了真的齁 我帶妳去吃吃東西 好 我現在就在那個 我們汪油谷的下方 那今天那個任務完成 那張榮老師忙什麼 今天我們就忙 要拍東北角的綠藻 那東北角的綠藻 那個是我最喜歡的 東北角的春天 拍綠藻跟百合花 岩大吉 還有佛家草 那它還有尾端的時候 四月份的時候 東北角還有百合花 那下一次再帶大家去看一下 東北角的野百合 那等到整個東北角的春天過去之後 接下來就是要拍東北角的夏天 那東北角夏天 基本上我們都是拍成婚 拍成婚齊延 那等到齊延結束之後 接下來我們要進入東北角的秋天 那秋天就是拍東北角的芒草 那東北角的芒花也是相當有特色 在未來只要你們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我常常都會把最即時的最美景給大家 那記得要訂閱加小鈴鐺 才能夠看到我的影片 這些人不是我愛說的 每一次在拍照的時候說吃飯大家都不吃 拍完了之後肚子就餓了 要不要去吃炒麵好吃的雞肉 你看沒人差別 有說好嗎 有說好嗎 問題二十幾個人就只有一個人說好 好啦好啦那我們去吃 我們 我跟你講我們的這個 攝影班 那我們的節目就是拍照之外 玩樂之外還要吃美食 那我每次用一種像肉美食最好 拍好吃好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現在在基隆市的水產 那這邊要來吃一個 基隆市非常出名的好吃的基隆 這個地方是基隆水產 因為早期移民在吃的地方 那這就是一個路邊的小攤子 但是非常的好吃 這裡是中正路 基隆中正路437號39號 剛好再來一看 對面是一家全家便利商店 它的那個 它的那個炒麵的位置非常的小 就是一個小店鋪 一個小店鋪 一個小店鋪 這個小店鋪很小 但是雖小 但是它生意非常好 那等一下我們現在馬上來吃 我們今天有 將近二十個人要來吃飯 這個第一名的小廚房 在這邊 吃著好吃的雞肉 金山肉素 是最好吃的 那這個地方 已經在這邊 至少有 我知道就五十年以上了 那今天大家吃美食 來基隆拍照 來基隆旅遊 一定要來吃的東西 OK 看一下這些人 剛剛叫吃飯沒有人理我 現在我說不要吃 大家叫不理我 是怎樣 剛剛拍照我說 吃飯沒有人理我 現在我說等一下再吃 他們也沒有人理我 你看一下 這些 再一次 你看 這堂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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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 老闆多好 對啊 老闆一人請我們一罐 給他鼓掌一下好不好 這麼好 這個老闆真的是沒話說 讚 讚讚讚 謝謝你看這個老闆 多好 對啊 你看 戰鬥力不錯 好吃嗎 好吃嗎 好吃 好吃嗎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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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老闆還請我們喝飲料 那這個 記得下一次有機會就來中正路這邊 吃一下 這邊的營業時間是 早上九點半到一直到晚上的八點 那一根室休息 一根室休息 那那個 謝謝大家 那記得 這個下一次 張榮忙什麼 下一次會在哪裡出現呢 我跟高拉說 我下一次會帶大家去一個更漂亮的面鏡 那記得 你們要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那個訂閱我的 記得要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那個 小鈴鐺加訂閱 隨時保持那個 最開朗的心來面對我們台灣最美的美景 歡迎大家 記得訂閱喔 在永烈見面 你可以訂閱的 掴討 下集結束 請順 下集結束 18期 下集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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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感觉一定要在剪片的时候给你剪个特写 你不会有拍吧 不会有拍 一定给你剪特写你放心